那么你们这周期可以想 从那次的经历里面你学会了什么 学懂了什么 然后你们两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原因让他变心 什么原因让他离开你 你这要从这一方面去开始去改变 不要再让同样的事情发生 你我觉得好像他离开你了 就是可能是为了你下一个 好像我们打游戏的下一个level 下一个等级去准备 然后人还是会学好的 越痛你就会记得越深 你就越不会去想象下一个 或是以后的那个人会怎么样去伤害你 再加上这几天最近我听的 人家说的挺对的 这世界上呢 没有所谓的什么真名天子 没有德文 没有的 这世界上有70多余人口 对你跟他碰到面 是一种很大的缘分 但是好像他也这样的性格 或是这样的人 在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一个 可能拐弯你就可以再找到一个 跟你的那个好像他一样 跟你的那个配合 跟你的那个 跟你的那个 跟你的那些 那些想法 或是你们喜欢做的那些事情 都差不多的 实际上有好多这种人的 但是当然了 你说谈那么久了 不舍得是肯定会的 你就让他去留在你心里面吧 慢慢留在你心里面 不会忘记他的 然后换过来 你要不要一直都觉得是 传释自己的错 去怪自己 那时候如果我做的好一点 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呢 灭不一定 灭不一定的 所以 我现在想说的是就是 如果你想 去不要再为这种事情来 伤害自己去疼的话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放手 放手呢 第一样 你就是要accept 你们已经是结束了 第二呢 这是去 叫做forgive自己 怎么说呢 去 forgive自己 中文我都不记得怎么说了 去原谅啊 不好意思 原谅自己 也当是原谅他 给你的伤害 不要 不要 老抓住那一点 哇 他伤害了我 怎么什么 他为什么可以 从一个很爱你很爱你的人 变成一个那么陌生的人 不要去想那些了 做好自己 如果是 盖在一起的 怎么样都会在一起 不盖一起的 这就为了你下一个去努力吧 不要再让同一样的事情因为同一个原因去分手去浪费自己的时间了 对吗 其实还有好多话我想说的 例如他呢 其实我也挺懂他的 他妈妈担心家庭嘛 为了他做了很多 我懂 他只 他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不是他妈的话 他跟着我去死 也无所谓 我真的懂 但是你要明白的是